今天是午餐吃飯時間 這是您平時評價最多No.1的店 來吃吃看它好不好 所以你去Google妹妹 可以看一些Tree Advisor的第一名 老闆你們拿出他的手機 他就直接給我們看 他說你可以看圖片啊 你這樣更好決定想吃 這個iPhone的最新那一支 應該是它後面還塞的錢 然後還有留好 就是直接的還有錢 他們還有一些是韓國中藝節目的截圖 不同的制度高 這個看起來好好吃耶 這是什麼 有點像米香 它上面都有價錢啊 100、150、200 這個是大小 老闆他說超大 結果吃起來你有發現有什麼 我覺得這個有點像是孔雀的那個冰淡 那你有吃出來它有加什麼嗎? 有加什麼? 你吃不出來了 有加糖 還有呢? 沒有 其實我發現很明顯它還有加醬 醬 要不要多? 不要 而且它用魚的形狀耶好可愛喔 我們這次旅遊 我們還發現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我每次上的評價是4.5 算很高非常高 在零品 因為零品是一個感覺不是很大的陣 發育周圍好的 品價的財經座在附近 嗯 就我發覺說他們有些時候你找附近有這樣 品價很好店 可能會導致你周圍的品質提升 因為當他們開始在乎品價這件事情 他們也就比較會對於消費者 不會說胡亂烘台價限啊 或是出來的品質稱之不齊啊 因為客人就是可以直接客戶反應 像我那時候在山谷的時候 山谷我住會超高的 超多間可能9.9、9.8 對啊 接近們 本超驚訝 但我覺得其實還是很多店家沒有這種概念 直接一眼鏡他們市場自然會把它拋開掉 這就是經濟權啊 就是自由市場 乾杯 好熱喔 嗯 有點甜的茶 但茶味很淡 乾杯 好熱喔 好熱喔 剛剛小姐跟我們講說 這是寧婷的特產 它真的很像鼻胖 那我現在來吃吃它它的味 鼻胖喔 不甜 所以不甜的鼻胖 嗯 白米味 給你吃吃看 給你吃一點點就好 因為它真的太碎了 欸 它吃久了你放在嘴巴含 它會有你吃完粥的味道 嗯 就是抹椰的那個味道 然後 好 要加湯啊 因為它們有雞肉 那裡有雞肉嗎 這都是雞肉塊啊 你有看到嗎 有有有有 所以這是雞腳的嗎 對 然後再加進來 然後它有Tomato 欸 好可愛的口感 你聽到聲音嗎 是 火冰了 嘿嘿嘿 欸 好吃欸你吃 好吃喔 好吃喔 而且肉依前幾天一直工作好想吃米飯 它味道好粥喔 蠻粥的 蠻粥的 超粥的 好 我們完蛋了 這個是最小分的喔 我們其實沒有很 欸 你看它的尺寸比例吃 比肉依的臉 超大 我們已經感受到臭阿山的感覺 我覺得這可能要包兩分 剛剛外國人好像也是點這個 我還想說這個他們可能點中分 對不對 想不到我們來林平遇到的第一個 我已經竟然是點了兩分餐點吃不完 這個 超大的 這個真的是神大呀 連我的點都 我們點是最小分的 我還很想像點到大分的會多麼大 欸 我發現把這個泡在裡面吃之後好好吃 你剛剛不是說很像粥的 可是它泡得然很好吃的 就是它有點黏牙 可是又不像粥這麼多 不過我覺得這個有點鹹 因為熬到 它有點像鹹味 混合的炒飯 它有雞肉有蛋 然後還有蔬菜 這個是 這盤是70KD 然後這盤 米飯這個是 100KD 我發現他們這邊的蛋好像因為 他們在炒蛋的時候 鹽巴都會夾著很多 所以導致他們這邊的蛋吃起來很像鹹蛋 蠻好吃的 這個炒飯蠻好吃的 在我讓嘴巴休息一下 恢復味覺以後 都已經越來越融入越來越來越 style 你看它的 用那個米香弄的螺果筍 這種東西是需要技巧的嗎? 是 快 每次都說完食 這次沒有完食 哪有吃這麼多 大家不要問說 欸 你們到底真的有吃嗎? 現在老闆幫我們外帶 外帶完後 竟然還有兩盤炒飯 充滿的 OK 謝謝 又到了吃飯的時間 那我們現在要吃什麼呢?香豆哥 我們現在要吃在林平那邊吃他們的烤羊 我們在林平號稱非常有名的食物 就是烤羊 然後我們今天在路上 我們有看到就是有一間餐飯 他們就把烤全羊然後綁著 讓它跪著 就是跪在飯壽台上面 然後牙齒還是要這樣小 有點可怕 但是還蠻可愛的 對 因為林平這邊好像有很多山羊 因為我們包含要去參加旅行的時候 也發現路上有很多野生的羊 他們很厲害 爬到超級高山上 對 然後就一直跳一跳去 對 我們今天就來這邊點了這一道料理 沒錯 這是烤羊 烤羊就是翔走哥這幾天一直非常常吃 因為我在台灣原來吃烤羊三次 哈哈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 我們為什麼選這個呢? 因為這個跟這個一樣都是烤羊 可是這是串烤 然後這個是 就是算是炒類的吧? 比較偏炒 翔走哥說這個比較可以吃得出羊真正的味道 這好像很內行 好啦 我們期待等一下來的東西 你一直到底搞不搞 好啦 不說了 等食物來露你肚子餓了 我們考慮這集要放在宵夜時段 嘿嘿嘿嘿 餐菜了 登登 放一份差不多150 我覺得有點蛋價太高了 對 我養飯就是相對來說比較貴的東西 對啊 它看起來是沒有孜然 看起來是只有那個白芝麻 然後他剛剛我們點兩份的白飯 然後他先給我們這個 給我們兩個小碗 他說我們等一下吃不夠的 可以再跟他們講 他在盛點我們 就是給我們熱的 所以這現在還是熱熱感的 溫度好高 趕快開始吃吧 大家來看肉依的白盤 有點像肉大便 沒禮貌 他剛剛有拿給我們一個壽司 應該是拿來沾羊肉 好 乾杯 乾杯 開動囉 我以為它上面竟然還有毛 真的嗎 羊毛嗎 真的耶 有一些耶 好酷喔 我先吃原味看看 我試一個吃雞屁股超愛挑 雞屁股嗎 他真的是雞屁股喔 我超愛雞屁股 他人生好像只要有雞屁股就很快樂 嗯 這餐也是算我們來這邊吃最貴的餐了吧 嗯 我來吃第一口的時候我覺得味道老實講 我沒有很滿意 我覺得蠻普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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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沒有到很特別 這個醬有點像烤鴨蛋吃的香 它又有點不像香 有點像甜麵醬 可是有一點點微辣 它甜甜香 酸酸酸鹹鹹辣辣的 嗯 好不想到口味喔 那個 好有加蒜頭的味道 其實我大多發現 有人在網路上分享說 林平的羊肉很好吃的時候 我是很興奮 可是我一樣吃起來 我本身是有點失望的 至少這家 我不曉得比其他家 因為我網路上有去查一下資訊 我常拍到太多的資訊 我們的烤鴨也來了 烤鴨不知道要不要拿 我覺得看起來是半隻烤鴨 講到烤鴨 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一些很好笑的事情 之前因為尤其是 其實跟這有關 對 有一次我們就是點烤鴨的時候 我剛好肉依 發覺那邊好像也可以剛要鴨屁股 他就剛要了一下 結果店家也是給馬沙利 對啊 我想說店家怎麼說馬沙利 給他二、三十隻 好 二、三十顆屁股 真的不騙你 他吃到十幾顆 我發現他好像受不了 超燒耶 烤鴨的味道好像太燒了 其實烤鴨吃屁股吃到 受不了 翔走哥看你吃烤鴨你很期待 乾杯 乾杯 烤鴨比羊都好 我覺得脆皮的很好 乾給大家看這盤 大概價值台幣 一百三十幾塊左右 我覺得他不到半隻 但是 他給我 可能 我不知道是不是越南鴨的品種的關係 他們的肉很少耶 只要是果頭 我覺得烤鴨比羊肉好吃 嗯 為什麼他真的很會坑骨頭 那是我的屁好 其實 因為我喜歡當我在 比如說我在吃雞腳這件事情 脫著果尾皮 尤其是呆呆 就是我會把雞爪這樣子 然後我每個關節中間的白色的白骨頭 都會把它吃掉 我覺得這是我對雞爪的 黃昏的尊敬 對 所以我要讓他就是犧牲的淋漓禁忌 他可能人生直接 光吃到一個25塊的雞屁股 他就很開心 你可以感受到 感受到他從內心發出來的快樂 他會吃雞屁股無法 我很奇怪是我們好像到目前 在越南還沒看到有人在賣雞屁股 哦沒有耶 因為他一直在藝營雞屁股 看不到誰都在賣雞屁股 都沒遇到 我每次跟他烤肉菜 我就想說 這是雞屁股嗎 就仔細看 夠了 所以假設大家有推薦哪邊的雞屁股 無論是越南或台灣的 也歡迎跟我們留言 哦請分享給我 我們也開放那個口泰國啊 劍牧宅之類的 這個是店家招待的鳳梨 很多時候像是在越南這邊的餐廳 可是我覺得像是 是在山谷這邊才有 對 河內美有 河內美有河內都要買的 然後像在山谷這邊就是你用完餐 他就會招待你鳳梨 我們今天今天還有遇到更可愛的 它是上面有梗梗 超超一隻鳳梨的 然後不同家 他們我們遇到有兩餐家都會送招待的東西 對 我覺得蠻好的 就算我們點很少 我們之前有點過可能 兩個夾起來大概70 哦就是主餐吧 70K的越南頓 就是我們兩個只各點一碗 河粉還是飯 然後他也有招待我們的水果 也蠻好的 好 但是很簡單 而且這鳳梨蠻好吃的 嗯 我個人比較喜歡越南的鳳梨 我覺得台灣鳳梨比較好吃 因為可能我自己覺得 肉依可能沒有吃過的鳳梨不多 因為我以前研究所的時候 我們周圍全部都鳳梨甜 所以我那邊有很多鳳梨 嗯 3 3顆 我給2顆 嗯 因為我覺得這兩個料理 吃下去以後 味道都 我都沒有到很喜歡 而且我會覺得說 它不論是肉的質感 或者是味道 我都沒有到特別的喜歡 嗯 所以這邊就不特別推薦給大家講了 那大家就是可以野村開發 有發現更好吃的店家 也可以分享給我們喔 好 現在我們在哪裡的酒瓶 越南的禮品 沒錯 而且我發現它這邊的單價好高喔 就是 現在就是挺到台灣賣到要等級 然後我們在鳳梨是覺得它驚訝的便宜 可是這邊摩訊很濃 心腿加飯 然後跟湯可以聊到七十五塊 其實我一發現在越南生存真的要相對之下 就是要有耐心 或者是網路是一件避穴式 是因為我們連來素食店點餐 然後我跟她說 不然還是吐他還是不太遲到 看到酒莉莉還蠻興奮的 因為我在飛行的時候 其實蠻喜歡吃酒莉莉 我覺得蠻好吃的 但是 我覺得這邊漢口跟飛行其實有點差 而且我的份量其實沒有差 酒莉莉的啤梨超大分 是嗎 是 我印象很成功 所以我覺得大家來 越南要有個心理準備就是 因為我知道很多旅遊者的習慣是 到哪裡 因為他們怕吃當地的食物會很雷 然後他們就會選擇是 國際的那種大型素食店 比如說買湯頭到肯德基 Burgan之類的 但越南我們目前到現在 待了兩個禮拜 不斷的移動中 我們只看到一間麥當勞 跟一間肯德基 一間酒莉莉而已 所以如果你來越南真的要有幸運準備 就是可能你可以參考 或是沒評價 柔宜剛剛喝這個湯超級越式Style 然後我覺得它很炸雞 不知道這邊不同國家的東西 我覺得菲律賓的好吃很多 就這邊我覺得可以吃 但是真的是非常普通 好 應該是不會讓我們再來吃第二次 對 我也是 我還是懷念菲律賓的味道 那今天的明評天 就謝謝收看阿 別忘了留下LUNK喔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See you 掰掰 因為這主題樂園它非常的適應 然後它有免門票的期間 所以我們趕快跟大家講這幾句 因為我希望大家可以 集合這時間趕快來這邊看看 是 不然之後開放的話 它門票費也是100K 不然等到我們解放這邊的時候 可能已經 就已經不是免費了 是 所以 加油 加油